我们可能要讲的政治论述就没什么好讲了 要讲就讲完了 而且现在很多论述都是指上谈兵的 要这么说 我自己觉得 有一集我不知道阿东是否讲我 我就自己对号入座 我觉得他讲我 但是他跟我有私交 我觉得他没有理由会这样 但是阿东在我和你心目中他都很讨厌 他常常会很讨厌的气氛 为什么不出来搞些东西 都会这样说 首先我要这样说 你常常在叫人做什么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 你不需要期望别人去做什么 你自己不放弃 你不需要期望别人不放弃 很简单的 第二 其实我想讲现在的最客观现实 先不要讲谁放弃与不放弃 最客观的现实就是 其实现在无论你说多不放弃的人 他们在做什么 极其量 极其量 我无意去贬选 上街游行 和人散去 极其量是这样的 你说有些放弃的人 我不要讲是哪一派 招土也好 黄丝也好 他们在做什么 那就不可以上街 有些永不放弃的人 都是不上街的 否则 就不会昨天只有三两千人 其实我觉得是千人二千人 我觉得 你问我 你问我是只有千人二千人 我去习惯 看习惯 OK 在这个时候 大家现在很被动地去等 老实说 可不可以创造一些事实呢 可以的 有没有能力 是有的 但是你没有能够逼任何一个人去做 你可以自己做 譬如现在 你好像像那天 我一会第三次会讲 昨天上街 有一帮爱港力下来的 你可不可以唱红打黑一番 譬如你那帮 年轻人被人搞的 独派 被人跟的 你可不可以自己 濕着自己一身 然后屠惟那帮 古惑仔 政治 这些是正直 是不是卑鄙 这些就是政治 要不然你现在被人跟 不要说没什么报纸报 你知道没什么报纸报的 是的 就算他报我出来 有多少人关心他 有多少人跟你屠惯 你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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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政治理念不同 竟然要被人跟 被人捕 还有跟足几年 我看郑俠是年年 有几次打电话来说 有被人跟 然后重要 然后重要 在坊间会有很多人说 你屠惯 你屠惯 搞那么多东西 你不搞事 就不会被人跟 而这些人都是蓝丝 可能是黄丝 有很多黄丝 都是这样想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说什么 OK 我其实是极少听节目的 自从自己做了评论节目之后 那为什么不听呢 其实很有趣 我是很害怕 听到别人说那些东西之后 忍不住 第一会评读他 要屌图他 那就得罪人了 就好像亨利那样 是的 那就得罪人了 第二 忍不住会被他洗脏 我回头都不认定 就是保持不了自己的 即是尽量独立 那就少一点 那就少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节目不好听